现在要教你的是半本 简报半本 当你今天要做一个大气的一个简报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 缺了一张很漂亮的封面 对不对 这个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今天想要快速做好一个 漂亮美观大方的一个简报 专业的简报 的封面怎么做 好 今天档案 我们现在是做那个简报的封面 就是简报的第一页 所以麻烦请点长用底下 对不起不是长用 是档案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新增 新增 好 各位我们好像以前都只有看到这样子的简报 对不对 有什么空白简报 欢迎使用PowerPoint 麦迪逊 图级什么之类的 你觉不觉得这些简报好像还蛮就是普通的 对不对 所以可能不能入你的法眼 所以通常你都自己来去设计封面 可是我们现在请点一个地方 叫做建议的搜寻 第一个是不是简报 请点简报 有没有觉得这些的简报封面是大气多了 美观多了 而且它是悄悄的放上去这些漂亮的封面 可以吗 请问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要找适合的 我们的简报是不是office 适时招 应该是属于一个类似像新产品 新产品或者是一个新功能的介绍 所以请问你适不适合放这个 那个介绍台湾稻米 什么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想要推广什么 平安米取代什么烧香烧纸钱 是不是就蛮适合用这一个 好 那我今天既然是做那个新产品 或者新技术的一个使用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一张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或者是如果我今天我想做的是那个 中华电信简介的简报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一张 到时候把这个换成中华电信的logo 这一张图换成中华电信的那个建筑物之类的 或者换成什么 那个中华电信在那个拍的什么文宣 或者做那个什么什么5G 5G什么时候上市 明年5G 因为上市了可能我们知道要跟上整部 OK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 我现在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要做的是一个40招 40招 假设我现在中这一个 你自己来就往上去挑 自己往上去挑 挑一个比较适合的 比如说我现在我就用这个 然后建立 你看它里面好多样板 好多样板 好 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简报 简报标题改一下 改成什么 OBIS 40招 40招 当报告人要写自己的名字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科技 或者是说快速辩解 近战OBIS 365什么之类的 随便你要去设计整个slogan OK 假设我们现在做好这一张 做好这一张 这是不是一个封面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把它复制 这个 这个封面 请点它 请点这个封面 然后复制 请点一下这一块 然后复制 然后接下来请切换到刚刚那一段简报 的上面 上面 然后铁上 请问一下我们的那个简报的封面 是不是就做好了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你就善用别人的 善用别人的简报 善用别人的犯犯